我剛剛發現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動畫 它這個天窗呢 它這個按鈕按下去呢 可以做兩段式的這個有沒有 開關 這個是電子式的這個天窗 但是我覺得這個科技呢 這個應該應用在車牌上 詳細是怎麼應用呢 我不能說太多 但我覺得它如果可以應用在車牌上 或許會有它的市場 嗨老命 各位 今天就由汽車分析師帶你們分析一下 到底買電車比較省錢 還是買油車比較划算 因為這個問題長久以來呢 一直都不不間斷都有人問過我啦 幫你做一個資料整理一下 來 如果呢是以同樣價位的車 我們找一台同廠牌的 我不要找他牌 我們找同廠牌的 BMW的X525D柴油車 新車的牌價是320萬 跟我身後這台BMW的IX40 新車的牌價也是320萬 兩台車的新車牌價一樣 我們來做一個PK 看到底哪一個車比較省錢 單純以省錢的部分 如果是我身後這部車呢 我們用每100公里來換算新台幣 所以他所需要耗的台幣 看到底是比較省 如果是以電動車的話呢 每100公里 用家用電動裝來充電的話 因為家用電比較便宜 一度電只要4塊錢 所以呢 花費大概在98.5元 那如果是以BMW原廠的快充呢 因為原廠的快充收費比較高 大概一度電要12塊 所以充下來會在258塊 多了快一倍喔 也蠻多的喔 如果是用第三方充電呢 稍微便宜一點 第三方充電有兩個廠商啦 大概會落在190到256塊之間 那如果呢 是以這個XFLY的25D 這個100公里的花費 我們是加油嘛 用油價來換算 大概100公里會花在190塊 所以你覺得 買電車跟油車 哪一個比較省錢 那以上是以這個 單純以省錢的角度來看 然後第一個 我要跟你們分析是 以這個實用性的這個角度來跟你們看 這台車的官方的數據啦 以官方數據是420公里 通常大家都知道啦 這種東西一定要打折 我們要抓7折來算 為什麼抓7折 因為首先8折就是一個自然消耗 再來就是說 你不可能把車開到0 一定會很危險 尤其像我這種人 我手機第一78我就開始就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我在用車我也不敢開到10 我就抓10啦 你開到10就要準備去充電了 所以也就是說 420乘以0.7 你真正可用的這個距離啦 大概在290 我覺得在290左右 是他這個車充滿電 大概可能高速公路到這個可以行駛的距離 換句話來說是怎麼樣呢 東華 如果今天呢 我開一台這個 X5的這個25D柴油車 你開iX40 我們一起北上從高雄出發 到新駛的時候你差不多要充電了 然後呢 我可能 我搞不好不用加油耶 好啦 就算我陪你下去加油好了啦 你充電從0充到80嘛 因為你通常電車是0到80充電最快 就跟手機一樣 你從10%充到80的時候 我可能已經在家裡洗好澡 睡覺了 所以以這個實用性來說 還是有在加強嘛 也就是說 如果你開長途旅行的話 因為你幾乎不可能停太多時間 你沒有過夜的話 你可能也是充到80就走 也就是說 等於就是你每開280公里左右 你就必須停下來30分鐘 充到80%再開個240 就無限循環 反正你就記得開280 停下來充35分鐘 再開280 再充35分鐘開280 大概就這個循環了 也就是說這個車 它的續航力呢 確實是有在加起來 所以以實用性來說 我覺得如果是要常跑遠途的 或是你一天來回超過300公里的人 實用性就有點打折 再來第三點 我們就以折舊來說 新車售價兩台車一樣都是320嘛 如果都是2022年的車 像我們身後這台iX 我們的開架跑12000公里 我們的開架是268萬 268 就是一年大概折70 那如果是以這個25D呢 25D我們現在沒有 但是以我在看這個網路上的行情 大概會在240萬左右 所以電動車可能比較保值 比較保值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缺車或怎麼樣 造成它比較保值 那我看外面的油車都是在 230-40萬左右 以同樣年份底層數差不多的情況下 所以以折舊來說 油車又稍微折舊多一點 那是不是這時候買二手車就比較划算 OK 那我們接下來帶你們看這台 iX40的內觀跟外觀介紹 Let's go OK各位 接下來帶你們看車頭部分 BMW雙盛行經典式水箱護照戴的 SKYTEC 印心修復科技 讓我各位我發現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這個水箱護照這個大品種 做了這麼大對不對 我合理的懷疑 BMW的工程師沒有在開車 只有在設計車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車牌框 裝在這個水箱護照上 那不就是破壞這個水箱護照嗎 破壞它這個自動修復的東西嗎 各位同學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不覺得車牌應該是要設計在 這一個水箱護照的下面 才有辦法讓它整個水箱護照露出來嗎 所以我合理的懷疑 要不是別的國家的車牌 不用掛在這裡 就是設計師沒有在開車 接下來看頭燈的部分 首先它是全LED化 整合日行燈跟方向燈 都在上面這兩個燈條 但是我覺得這個燈呢 不知道什麼看起來就是不夠高級的感覺 有沒有 它就是兩個魚眼頭燈LED頭燈 可是呢 我覺得這種科技感的車 配這個頭燈呢 略顯得好像太簡單了 有沒有 以現在這個BMW這幾年的 燈的這個科技 少說要那種小顆的LED的 那個多光素頭燈的吧 或雷射頭燈的吧 你看有沒有 看起來就太簡單的感覺 配合不上這種科技 缺少了這種科技的感覺 那上方呢 引擎蓋的部分 拉了四條線做點綴 以及中央LOGO 地方拉了一個藍色的圈 代表這部車 它是電動車 下細胖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覺得是 中規中矩 沒有什麼太多的變化 就是做了一些點綴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看車側的部分 各位我可以跟你講 這部車看似沒什麼設計 實則上呢 也相當的簡單 這部車呢 因為它是全車黑化的關係 所以呢 我覺得它呢 在很多線條的地方做了努力 首先 從這個車輪拱的部分 我跟你講 一般的車輪拱 會長這樣 一般的輪幅 輪幅是長這樣 但是呢 它呢 首先它把它全車 同色烤漆了 它這個輪幅很誇張 它從前保桿一路拉到 變一個很大的圈這樣 接下來我們看輪框的部分 輪框的部分 採用了五幅式 雙色設計的這個 255 50 21的這個鋁圈 但是前後呢 是一樣的規格 所以可以前後左右對調 所以可以開比較久 然後這台車呢 因為它是40i而已 所以它還沒有標配那個 氣壓懸吊 稍嫌可惜 各位 氣壓懸吊 東華自己知道要幹嘛了吧 注意看這個男人太狠了 他所販售的氣壓避震器變賣越好 原因是工廠直接生產出貨 沒有經過其他環節剝削 通過國際汽車工業 品質管理系統標準的 IITF認證 與品質管理系統的 SO9001認證 品質高價格低 提供給大家便宜耐用的管道 又有實體公司保障保固 後續問題 找得到人負責 幾乎完保整個市場 當你們的避震器故障的時候 記得搜尋 玩命避震器 那接下來車車部分 接著好好看 首先呢 A柱 B柱 C柱一樣用很大的鋼琴烤漆的這個介面 那畫龍點睛的地方是在他這個四條 他們說什麼用青銅配色 加上他這個後視鏡的部分呢 也採用這個空氣濾穴 所以他這個後視鏡的部分呢 也只有用下面這邊就接住 好接著好好看 好 尾部的部分呢 一樣有個iX的這個 鱗牌這裡做點綴 我覺得現在的車廠都有 那個什麼新的那個i3啊 i4好像都有這條做點綴 都會放了一個在這裡 告訴你它什麼車位 那這邊呢 有這個充電孔 AC跟BC 慢速跟高速的充電器都在這裡 好 各位 接下來我們看屁股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車啦 假設它的外觀有80分 60分在屁股 首先呢 從上面開始看起 上面呢 做一個下壓式的尾翼 帶一個第三方的煞車燈 以及下面一樣跟前面呼應了 前面是狹長式的頭燈嘛 所以後面也做了狹長式的尾燈 收尾的部分呢 做了一個左右分離的 這種類似像Diffuser的造型 然後加上兩個反光片來收尾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 從上面這個搭配到下面呢 看起來是濃纖和度 而且細節來了動畫 我剛剛一直以為這個是髒掉還是怎樣 它是真的也是故意做這種古銅 有沒有看到 那我覺得這個車 它以車格來說 厲害的動畫 這部車我告訴你 X5的車身 X1的行李箱空間 厲害了吧 它的行李箱空間是確實蠻小的 大概放兩個大行李箱 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這個車聽說是因為 馬達坐在左邊跟右邊的關係 所以才會造成它這個行李箱空間比較小 後向的部分 它這邊也有一件傾倒 一件可以傾倒下去的這個功能 那你看一打開 可以看到全車都是做這個 Carbon的材質 這個有一個缺點 如果這個車被撞到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不好修 而且修起來應該也蠻貴的 但是它至少蠻聰明的 它至少這邊 還是用一般的鋁合金的材質 所以追尾不要太嚴重的話是還好 然後這個應該是警示燈的部分吧 打開就有警示燈的部分在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看後座空間的部分 哇 後座真的大 而且我跟妳講 X5我們拍過影片 一般X5的那個後座 第一很硬 第二很挺 那這個呢 完全已經改進了 第一它這個發泡棉很軟 然後它支撐度也OK 重點是它把這個斜下去了 所以人就感覺有稍微比較黑一點的感覺 X5的話大概是這樣的 我比較第一點 而且發片比較硬 單純以乘坐的時候 我覺得X5在哪裡做 然後加上它中間 因為它已經沒有傳動走 它是電動車嘛 所以它取消了這個裹頂的設計 所以到中間這樣移動也比較方便 如果有老人或小孩還是誰 乘坐在中間也比較舒服一點 那後座呢 一樣有ISOFIX這個座椅 這種修理設計一定要有 它像是這樣掀起來的設計 那這是什麼 喔它是 它是這樣子耶 扣子打開之後這樣拉上去 有沒有 它這個車電動車嘛 電多喔 所以這個有四個泰伯斯 可是為什麼都往後面要四個泰伯斯 後面有需要這麼多嗎 有夠到四個人嗎 怎麼會需要這麼多泰伯斯 各位 接下來我們看車內空間的部分 首先打開無窗礦的設計 氣氛燈呢 居然是坐在這個窗戶的這個邊緣 它有新的設計 然後一打開呢 非常大面積的軟皮材質 搭上水晶按鈕 帶有這種奢華的感覺 這我必須加強 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目前市面上幾款電動車 我覺得邊緣單位算是走在比較前面 然後一樣裡面出了這個 有點像香精冰的這個塑料的這個材質 然後以及前面呢 有那個Hammercard的音響 全車有18字Hammercard的音響 往前這個部分有點像是布的材質 那這個材質呢 我覺得比較難維護 那下面的部分呢 維持了BMW一貫的傳統 塑膠設計 接下來我們看車內空間的部分 我必須說 我覺得喔 它這個中間很方便 中間前面一個走道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當你停車的時候 右邊很擠的時候 我來測試一下 我覺得可以喔 你有沒有去那種停車場 旁邊那個人 我們他停你超近 你根本沒辦法上車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這樣過去的 我測試一下 NO 有沒有 這個設計真正的用意是這樣子吧 有沒有 你可以從左跟右都可以上下車 啊怎麼開門啊這部車 哇好高級喔 這個按鈕 萬一車子沒電還打得開嗎 我都很擔心 這種按鈕會不會車子沒電就出事了 比如說車燒起啊 斷電什麼的 到時候研究一下 好 而且我發現這個門板呢 它是做這種斜的設計 以前車是做這樣直的 所以它在車內空間 感覺上會感覺更大一點 那我剛剛發現一件事 原來這個安全的這個門把在這裡 所以我剛剛想說沒電怎麼辦 原來是在這裡 所以還是有安全設計 然後說習慣沒電怎麼辦 好各位 接下來我們進到車內空間的部分 首先看到一個 六角形式多功能的方向盤 前面台資訊面板呢 採用了一個 左邊這邊應該12.3 右邊看起來比較大 應該是14吋 有了這個中央資訊幕 但我覺得這個資訊幕呢 有可能 唉唷 它跟那個7系列一樣有這個功能耶 有沒有 好像可以玩交響樂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資訊幕呢 到後面的BMW 後面這幾輛車 都是用這個資訊幕 但我覺得 就單純以這樣看起來 這個資訊幕好像就是 硬裝上去的感覺 就是它跟以前的車設計不一樣 以前的車就是 每一台車的資訊幕 就是專縫那個車 比如說鑲進去啊 有沒有那種感覺 這個資訊就不是就是 這個車現在中央台做好 我們就套一個資訊幕在這裡 那這個資訊幕呢 大概就是iDrive 8的系統 那一樣呢 也有抬頭顯示是VU 那整台車呢 它的乘坐空間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 它畢竟還是休旅車嘛 它車格還是夠大 然後加上前面這個開拓感 那這個椅子的部分也是有通風按摩功能 然後加上它這個造型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造型 然後中間呢 這個木紋飾板呢 他們說是採用天然的木紋飾板 然後應該是真的拿那個木桶 削下來做 所以摸起來還有這個紋路的感覺 然後一樣 前面這個所有的這個旋鈕 跟按鈕的部分呢 採用了部分這個水晶的這種感覺 摸起來還有不規則水晶這種紋路 確實是有一些奢華感在 那我覺得這個車 大致上 好像也沒有什麼可以講的動作 就這樣吧 各位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試駕一下 不管這個什麼車 不管它賣多少錢 有沒有CP值 最重要是開起來的感覺 首先身為一個專業賣避震器的人 我們先試它的底盤 我覺得它底盤的避震器是硬朗的 但是因為它的那個輪胎啦 它的厚度有50 厚度有夠 所以它的吸震能力還是可以的 所以開起來呢 這個硬中帶有吸震的這種緩衝感 因為輪胎夠厚 所以開起來呢 算是舒適度可以 支撐度也還可以 但是如果有氣壓懸吊會更好 這個整個車開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 因為我剛講過它的門板 是靠這邊的 然後加上它這個中間 是有點 鏤空的 所以整個空間感呢 真的變得比較大 但我一直有一種錯覺 因為這個車可能是休息車比較高 然後中間又是空的 這個也像在開那個貨車 貨車就是有這種感覺 三噸半還是什麼貝力卡 中間就是這樣子 我一直有錯覺還沒轉換過來 這個車呢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加速 稍微補一下 電動車好像都是這樣 我怎麼覺得比那個 上次我們開那個GT還快 這台車300多V嘛 320幾 它嗓到太空的感覺 它這個 吼的聲音應該是模擬器對不對 還是真的是馬達聲音 模擬的 那還好 如果可以關掉的話 OK 如果一直有這個吼的聲音 我可能會投影 我剛剛發現一個很好的東西 動畫 它這個天窗呢 它這個按鈕按下去呢 可以做兩段式的這個有沒有 開關 這個是電子式的這個天窗 但是我覺得這個科技呢 這個應該應用在車牌上 詳細是怎麼應用呢 我不能說太多 但我覺得 它如果可以應用在車牌上 或許 會有它的市場 你們這些商人 靈機動得 腦袋動得快 趕快去研發出來 不然現在扣牌也太嚴重 欸 我不能講說扣牌 這樣大家會知道 那個要幹嘛 就是 反正就是有應用就對了 那以這個車來講 我覺得 它開起來呢 它做的跟一般的 油車的這種感覺 很像 因為我動能回收 它是關掉 整體的感覺 不跟你說它是電動車 其實你感覺不太出來 然後我覺得 這個車 以新車 330幾萬來講 如果你不要考慮到 我剛剛講的 每開270公里 就要充一次電子 市區代步啊 或是跨線市 可能 200公里來回 一天使用量 我覺得是OK 如果你家裡有辦法充電的人 我覺得是 還算還可以啦 體驗一下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子 各位 現在我們在這個後座空間 體驗一下 身為一台休旅車呢 最重要的是還是後座空間 因為總是會載人 才會買休旅車 體驗一下這個後座的感覺 整體而言這個舒適度呢 完全的 搖打了 同一台的那個 X5 空間呢 也是應該是贏了X5 空間不一定 可是腳步空間 應該是有 整個車的通透感也是贏的 給你們看一下 我剛剛發現一個小貼心的設計 給你們看 前面手機可以這樣放 超方便的 我一直很擔心一件事就是 電動車呢 很怕雲車 因為電動車的起步跟停止 都非常的 沒有線性 所以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調校也蠻重要的 那目前為止 體驗起來是還OK 各位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 那如果喜歡我們也要繼續分享 那如果對這台車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私訊我們公司的官方 LINE 或是Instagram 粉絲團之類 如果你有想要聊天的 也可以加入我玩命的官方的這個 聊天群組 最後再跟你們講下這台車的條件是 2022年出廠的 里程數目前是12000公里 新車售價是320萬 那我們目前的開價是268萬 有沒有競勝率 有 好 那如果喜歡的話可以跟我們聯絡 OK 掰掰 掰掰 這台車它有5AU 因為這個車一定都有AU 它有選配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是前車主標配的 你知道這什麼嗎 這東西厲害了 自動駕駛 不是輔助的時候都會叫你 沒多久就要握手嗎 手不能放開 它這個東西 應該是這樣吧 是這樣子 它藏在這裡 這個東西太危險了 不要留給下個車主 我用得到 好收起來 說真的東華 你覺得超速40扣牌是合理的嗎 你也覺得不合理 我覺得只要是要看速線 那可是有些地方路那麼大條 那就是限速40是要怎麼開的 那就是限速不合理 我先延續養得大道 陽明山養得大道 限速上坡40 Oh my God 那個路那麼大一條限速40 很痛苦 科技現在那麼發達 限速還不把它稍微提高一點點 然後還給你抓扣牌 然後我是沒有去統計 但我現在之後可能想做一個特輯 究竟實施這個大執法之後呢 造勢率有沒有變低 我其實蠻好奇的 我相信扣牌率一定是飆升 可能好幾倍以上 可能五倍幾倍應該超誇張 但是造勢率到底有沒有降低就不知道 然後再查一下國庫到底又進這樣多少 我覺得這些可以去研究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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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